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把醋瓶子拿过来 每客人喝了三条羹醋 临坐的客人直瞪眼 有一年我到太原去 快过春节了 别处过春节都供应一点好酒 太原的油盐店却都贴出这样一个条子 供应老陈醋 每户一斤 这在山西是大事 山西人还爱吃酸菜 燕北游慎 什么都拿来酸 除了萝卜白菜 还包括杨树叶子 榆树茬 有人来给姑娘说亲 大妈的先问 那家有几口酸菜缸 酸菜缸多 说明家底子厚 辽宁人爱吃酸菜白肉火锅 北京人吃羊肉酸菜汤下杂面 福建人 广西人爱吃酸笋 我和贾平蛙在南宁 不爱吃招待所的饭 到外面瞎吃 平蛙一进门就叫老友面 老友面者 酸菜肉丝腾汤下面也 不知道为什么叫做老友 歹族人也爱吃酸 酸笋炖鸡是名菜 延庆山里夏天爱吃酸饭 把好好的饭捂酸了 用紧拔凉水一祸 呼呼的就下去了三碗 都说酸州菜甜 其实酸州菜只是淡 真正甜的是无锡 无锡炒珊瑚放那么多糖 包子的肉馅里也放很多的糖 没法吃 四川加沙肉用大片肥猪肉加了喜沙蒸 广西芋头扣肉用大片肥猪肉加淤泥蒸 都极甜 很好吃 但我最多只能吃两片 广东人爱吃甜食 昆明金碧路有一家广东人开的甜品店 卖芝麻糊 绿豆沙 广东同学趋之若鹜 番薯糖水 即用白薯切块熬的汤 这有什么好喝的呢 广东同学曰 好 北方人不是不爱吃甜 只是过去糖难得 我家曾有老保姆 郑定乡下人 六十多岁了 她还有个婆婆 八十几了 她有一次要回乡探亲 临行撑了两斤白糖 说她婆婆就爱喝个白糖水 北京人很保守 过去不知苦瓜为何物 近年有人学会了吃了 再农也有种的了 农贸市场上有很好的苦瓜卖 属于细菜 嫁破昂 北京人过去不吃汶菜 不吃木耳菜 近年也有人爱吃了 北京人在口味上开放了 北京人过去就知道吃大白菜 由此可见 大白菜主义是可以被打倒的 北京人初春吃取买菜 取买菜分买 苦买 苦买相当的苦 有个贵州的年轻女演员上我们剧团学习 她的妈妈不远迢迢给她寄来一包东西 是泽尔根 或名泽尔根 即鱼腥草 她让我尝了几根 这是什么东西 苦倒不要紧 她有一股强烈的生鱼腥味 实在招下不了 剧团有一干部是写字幕的 有时候也管杂物 此人是个吃辣的专家 他每天中午饭不吃菜 吃辣椒下饭 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的各种辣椒 他就千方百计地弄来吃 剧团到上海演出 他帮助搞伙食 这下好 不会缺辣椒吃 原以为上海辣椒不好买 他下车第二天就找到一家 专卖各种辣椒的铺子 上海人有一些是能吃辣的 我的吃辣是在昆明练出来的 曾跟几个贵州同学在一起用青辣椒 在火上烧烧 蘸盐水下酒 平生所吃辣椒之多已 什么朝天椒 野山椒都不在话下 我吃过最辣的辣椒是在越南 1947年由越南转到往上海 在海防街头吃牛肉粉 牛肉极嫩 汤极鲜 辣椒极辣 一碗汤粉 放三四丝辣椒就辣得不行 这种辣椒的颜色是橘黄色的 在川北 听说有一种辣椒 本身不能吃 用一根线掉在灶上 汤做得了 把辣椒在汤里涮涮 就辣得不得了 越南卡瓦族有一种辣椒 叫涮涮辣 与川北掉在灶上的辣椒 大概不相上下 四川不能说是最能吃辣的省份 川菜的特点是辣浅麻 割很多的花椒 四川的小面馆的墙壁上 黑漆大叔三个字 麻辣烫 麻婆豆腐 干扁牛肉丝 棒棒鸡 不放花椒不行 花椒得是川椒 捣碎 菜做好了 最后再放 周作人说他的家乡 整年吃咸极乐的咸菜 和咸极乐的咸鱼 这东人确实吃得很咸 有个同学是台州人 到铺子里吃包子 掰开包子就往里面倒酱油 口味的咸淡和地域是有关系的 北京人说南田北咸 东辣西酸 大体不错 河北东北人口中 福建菜都很淡 但这个与个人的性格习惯也有关 湖北菜并不咸 但文一多先生却嫌云南蒙字的菜太淡 中国人过去对吃盐很讲究 如桃花盐 水晶盐 无盐胜雪 现在则全国都吃再制晶盐 只有四川人腌咸菜 还坚持用自共产的井盐 我不知道世界上 还有什么国家的人爱吃臭 过去上海 南京 汉口 都卖油炸的臭豆腐干 长沙火光店的臭豆腐 因为一个大人物年轻时 常吃而出名 这位大人物后来还去吃过 说了一句话 火光店的臭豆腐还是好吃 文化大革命中 火光店的隐蔽上 就出现了两行大字 最高指示 火光店的臭豆腐还是好吃 我们一个同事到南京出差 他的爱人是南京人 嘱咐他带一点臭豆腐干回来 他千方百计居然绊倒了 带到火车上 引起一车厢人的强烈抗议 除豆腐干外 面筋 百叶 皆可臭 蔬菜里的蜗具 冬瓜 姜豆皆可臭 冬笋的老根咬不动 接下来随手就扔进臭坛子里 我们那里很多人家都有个臭坛子 一坛子臭卤 腌盖菜挤下的汁 放几天 挤成臭卤 臭味中最特殊的是臭腺菜干 腺菜长老了 主径可粗如拇指 高三四尺 结成两寸许小段 乳臭痰 触熟后外表是硬的 里面的心成果冻状 勤一头一吸 吸肉寄入口中 这是左舟的无上妙品 我们那里叫腺菜结字 湖南人为之腺菜菇 因为吸起来咕的一声 北京人说的臭豆腐指臭豆腐乳 过去是小贩沿街叫卖的臭豆腐酱豆腐 王志和的臭豆腐 臭豆腐就贴饼子 熬一锅虾米皮白菜汤 好饭 现在王志和的臭豆腐 用很大的玻璃方瓶装 很不方便 一瓶一百块 得很长的时间才能吃完 而且卖得很贵 成了奢侈品 我很希望这种包装能改进 一气装五块足矣 我在美国吃过最臭的起司 也就是干烙 洋人多文之眼鼻 对我说起来实在没有什么 比臭豆腐差远了 甚以中国人口味之杂也 敢说堪为世界之惯 这篇文章是关于吃的 那么接下来欢迎各位在留言区 来讨论一下此时此刻 你最怀念的美食是什么 或者你吃过最奇特 最不可思议的东西吧 记得留言哦 我是泥巴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一首歌曲 伴你入眠 晚安 好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笑话讲 走落嘴巴的土地 可最美食的日子没有梦意义 只好忘了今后只能享受在梦里 当多多的生活进口也没办法 一趟的每一天 再拥抱手捂出心热恋 冰糖的每一天 冰糖的每一天 把美食们都快快像画边 冰糖的每一天 天天乐火在健康的射箭 冰糖的每一天 天天相关 痴心永不变